新極了解台南的老廚生活的店長 和民間團體來對外 若市長在文化局長葉泽山 中西區區長蕾鹽玉玉的培董之下 來到中西區新極街町的涼涼咖啡 和祖新居來參訪老廚 涼涼咖啡是老廚煥新的案例記憶 一樓是藝文的店長 其樓是咖啡店 由到李威宣跟徐宛廷紅阿母親自搭照 我來台南的姻在這裡是現場上 然後呢在台南結委 然後準備在這邊落地深度 緣分是建立在台南的文化 媒婆是台南的文化 然後台南的媒婆 我以外還要再當下 接下來就當街聲鼓唱歌 你是不是六千萬 第一胎六千 第二胎一萬二 雙胞胎沒有打電話 所以文化的功能妙用於窮 當媒人就當唱歌 未來看我也可以當十幾個字 小孩子也在文化裡面長大 這就是我們台語的 涼市長也跟孤島基金貴一兄長張玉皇 和一兄長顏世華來討論台南的文化進去 我們目前有民能布局138處 市府的老屋有700多處 分散在大台南上7個新政區 那另外星光三越 這個百貨前面的那個司法宿舍 我們現在已經確定朝APP團體委員區來規劃 歡迎年輕人有這個創作裡面的 可以來這樣邊發展 那我們現在就是 等於是台南是一個文化的首都 那他靠的不是只有湖基景點 風景景點而已 其實巷弄街道老屋 都是他的一個文化的力量 那我們要給他賦予新的生命 這個新的生命 台南市政府只是提供一個平台 促成 特別說像國度基金會 這種民間的力量 都是年輕人有志之士 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我相信台南會處處驚豔 如果市長雖然也參觀 為了在聖基加町的族新居 了解老闆如何改作 這檔是在一百七零年 現建的閩南高處 老闆表示說族新居是兩站樓的建局 是全台灣五獨亂樓基督中的一樓 他就保留國民民的方式來修復高處 並且結合高等加高等有機的影響 替老廠帶來新的生命 族新居的高處世界都是佈 如果市長是看得頂頂優美 他也希望經過多人來到台南 體驗台南的相當文化 做典現的老廠文化 本來就是屬於一個台南社會 官員 應該會有什麼 看到這個 令人在蚊子 雖敞